今年2019年,适逢原住民族语国祭年,也是天主教来台开教160周年。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原住民委员会,经过精心规划, 在9月28日,与台北市顺义原住民博物馆推出《天使传爱在部落文物展》。 内容有各族群母语的礼仪经文、圣歌、圣经、字典、语言、文字等文物, 展现天主教会推动原住民族语的样貌。 刚刚台湾有传教师进来的时候,是1626年到1642年。 这个时候,他们就一个特别特别的泰雅族的支部, 它支部上耶稣圣祢四个字。 开幕仪式中,教廷驻华代办家安道蒙席, 称许外籍传教士对原住民的贡献。 因为天主曾经派遣了这么多的外籍传教士, 是这么爱天主,有这么有技巧。 他们透过他们的经验、他们的技巧, 把原住民的文化跟语言保存下来, 还教他们看似读书, 以他们教他们, 学习和写在自己的语言中, 好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写。 台湾主教团主席洪山川总主教表示, 只有这一次的文物展, 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。 在这样一个场合,再一次这个仪式提醒我们, 爱我们自己还不够, 彼此相爱,而且爱的程度是爱到无条件的爱。 那么借着今天的仪式, 也提醒我们努力保护我们自己的资产。 阿们。 阿们。